大家好,欢迎收看追星看TV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龚俊、周宇彤假戏真做秘密恋爱曝光 片场报警龚俊求亲亲嘴 龚俊一脸宠溺看着他闹令人陷 导演提醒克制一点 周宇彤和龚俊一起合作的电视剧 《从结婚开始的恋爱即将大结局》 这部甜宠无虐的剧上映后立马就收到了一致好评 观众们也都看得津津有味 这部剧之所以成功原因是两位主演 周宇彤和龚俊默契值很高 还都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实力派演员 演起偶像剧简直比小说还要甜呢 网络上有一段花絮视频 视频中的周宇彤入戏太深 拍摄自己要离开的那段戏份时 由于自己投入了太多的感情 一时之间很难抽出情绪 就算是导演宣布已经拍摄完成的消息 他还是不停在哭泣 整个人哭到直抽搐 这样出出可怜的状态 观众们都忍不住心疼 更不要说是现场目睹的工作人员了 就拿搭档龚俊来说吧 龚俊和周宇彤合作期间很愉快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 在镜头面前已经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兄弟了 当龚俊看到周宇彤情绪崩溃的时候 他自然很心疼 不顾众人的眼光 也不怕摄像机拍到 冲到周宇彤的面前 十分有难有力地抱住他 给他心理安慰和安全感 在龚俊的安抚下 周宇彤的情绪也平复了不少 看来周宇彤是发自内心 把龚俊当成值得信赖的那个人吧 在花絮中的周宇彤 就像是报警龚俊亲亲一样 他当时也是因为情绪失控 想要找一个人当精神依赖 下意识把龚俊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 周宇彤的失控让男方一脸宠溺看着他在笑 一个人笑着 一个人默默宠着 还是很温馨甜蜜的 看到两人的互动细节 以及他们花絮中的场景 不少的网友都开始怀疑 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每当我看一部超甜的偶像剧时 总忍不住幻想男女主在一起的场景 还想让他们两个成功奔现 周宇彤和龚俊虽然没有在一起 但他们的花絮也足够让CP粉们忍不住联想起来 就算最后事实证明两人只是简单的朋友关系 对粉丝们来说也足够了 要知道在视频中的周宇彤和龚俊 两人差点就亲起来了 如果不是顾忌旁边有摄像师 那么场面很有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 周宇彤和龚俊拍摄了那么高甜的场景 肯定会有那么一瞬间被剧中人物的情绪冲昏头脑 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演员入戏需要考验承受能力 出戏自然也是 根本不可能一瞬间就出戏 大家还是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明星们宣传新剧都像商量好了一般 发的都是搭配好的文案 用的是配套好的语言 就连图片和表情包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 这样的套路是令人眼前一亮呢 还是让人审美疲劳了 好在明星们的留言区互动还算亮眼 总是充斥着让人捧腹的欢乐 就比如周宇彤的微博评论区就像一座宝藏 从他的留言区 我们知道他给大宋少年至七斋的少年们 起得群组名是闪闪发光的星星们 七月的风 八月的雨 热辣的暑期还剩下了不到一个月的样子 虽然雨还在一场接着一场的下着 可是丽丘已然不远 一些甜蜜的爱情剧也在酝酿着抓住暑期的尾巴 期待着属于这个八月的精彩 八月三号上午电视剧《从结婚开始恋爱》的官方微博 突然发布《纯尖密语海报》配的文字是 他 一代天骄霸道总裁陆方宁 他 人见人爱温柔医生林锐 一纸契约他重金求夫 一段婚姻他独要真心 一夜方灵涌柱 痴心谁负 这场真真假假的荒唐甜爱将如何收场 第一大战节杰瑞带《纯尖密语海报》满血复活 这个八月值得期待 看文案又是霸道女总裁 又是温柔男医生 又是先婚后爱的 这个设定妥妥的尽将文配置啊 看图片 男帅女量很是扬眼 最强劲的是 男主脖子上的那个清晰无比的吻恒 让人忍不住就会浮想连篇 在官微发布了这个海报五分钟后 男主龚俊转发了这条微博 配的文字是 谁家的小鹿总这么霸道有钱 并at了女主周宇彤 随后 10点06分 女主周宇彤也转发了官微的这条微博 配的文字是 谁家的林先生这么温柔漂亮 并at了男主龚俊 下午 周宇彤出现在龚俊的微博评论区 就吻恒做出了回应说是批的 没有亲 龚俊回答说 我信了 看了两位主角的互动之后 粉丝乐了 二位急着解释干嘛 我们又没说什么 哈哈 你敢说 我就敢信 评论区总是会充满着别样的欢乐 同时龚俊也出现在了周宇彤的微博评论区 就吻恒又一次强调说 别问 问就是批的 周宇彤回复说 我信 粉丝 很善解人意地附和他们 如此好的批图技术 想学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也罢 是欲盖弥彰也好 总之 男女主亲自下场互动营业 的确可以为这部剧积累很多的期待值 既然官威说 这个八月值得期待 那就是暗示了这部剧 会在八月定等播出了 从大宋少年制开始爆火的周宇彤 这部剧竟然开始挑战霸道女总裁的人设 想想就很有看点呢 从结婚开始恋爱 这部剧改编自泰国作者 Miss Bay Kertwey Pressweb Kertwey的文学作品 Zamnik 4 一文 这个平凡的男子 在剧中 在剧中 周宇彤饰演的人设 是年近三十 却从未有固定男友的霸道女总裁 陆芳宁 她信奉的准则是 有钱和挣钱及王道 一心想在公司内发展新家居品牌的她 却被要求 必须先结婚生子才能获得机会 而龚俊饰演的男主角 是一位高智商 有颜值的温柔男医生林瑞 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 陆芳宁使尽性感招数 想要撩动林瑞就反 本以为林瑞不为所动 是冷情冷感 不料林医生早在四季反撩 这个剧情的设定充满了喜剧色彩 从而曝光的海报来看 无论是结婚证件照还是婚纱照 却是有满满的CP感 男女主角站在一起 真的是很扬眼很登对的 周宇彤与龚俊主演的这部新剧 不知你是否期待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请关注 敬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